国土活化变商品 大家今天为什么没有喊这两句口号 今天政府行政院有一个叫国土清理 位于中正纪念堂旁边的华光社区 这一年抗争不断 争议未解 这块土地位于金华地段 政府将打造金砖计划 华光将转变成促立大楼的金融特区 而超过半甲子成就的历史脉络会消失无踪吗 居民高喊居住正义 土地变商品 人民变被告 居住权又在哪里 山顶 organ 崛尘 抗争不是我们的日常状态 这才是我们平常生活的模样 今年华光历经三月四月两次强拆 法务部在八月的时候下了强制执行的最后通牒 至今差不多将华光的低矮房舍都拆光了 住了好几十年的居民也就此自散 然而华光社区破千的争议已经解决了吗 这些居民都到哪去了呢 是否获得妥善的安置呢 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长期拍摄记录华光社区破千始末 并持续追踪几位华光居民的后续 希望大家一同来凝视华光社区的民与孽 若是你到华光社区来 收获得跌脱 台北市政府89年起公告划定 华光社区为都市更新的地区 马亦九总统在当年允诺居民提出安置计划 华光社区内的非正规住户 约500多户居民 从2006年开始陆续接到法务部的诉讼公文 法务部针对地上违建的住户 提出了拆屋还地的诉讼 控告居民侵占国有土地 追讨数百万的补当得利 以前住这里 对啊 这个空空的 你以前做修改新的地方 对啊 我以前做西装 我做不做西装的 坐在这个小小的地方 监察官去我那儿 是要在那儿凑量 在凑量的房子 没罢了 那时候要凑量 要贴的时候 对啊 我没有钱是要帮回去 我也罢了 我就要费七百几万 要费四十几万 直到去年确定 居民全部败诉 只有少数居民与法务部和解 政府强硬破签成功 冻结居民的薪资账户 扣除部分薪资 引发学生及声援团体 协同居民展开一连串的抗争 请林伍先生 三十分钟内 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 三十分钟后 我们就是要进去 强制执行 请那个林伍先生把握时间 其他人请不要 共误 华光居民离开之后 身上所背负的不当得力 可不会留在原地 原本一个人住在华光社区的政委会 虽然才大小不到食品的空间 却是很惬意 现在既住在亲戚家 家人很担心 巨额不当得力 带来的经济重贷 财政部的法令去告你 那时候我们家 刚收到那张看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这个不当得力是58万多 因为他是根据你房屋大小 我们家大概不到食品 可是你找人家来勘察你家 公务人员出差 什么差旅费 然后什么寄给 输送文件给你 有文件费 然后什么账粮执行费 什么之类 就通通算在我们头上 对所以家家我想那时候 应该大概也有七八十万吧 你这不当得力就是 要往前追溯五年 对所以说 这本金58万的部分 就会滚5%的利息 每年是5% 5% 5% 这样子 然后呢 所以我想 因为到目前为止 他把我银行的存款钱扣走 因为后来他就强制执行 存款钱扣走了 那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也不知道 到底总共被罚多少钱 因为他们也没告诉我 他只有告诉我说 赵小姐 法院的这个人 赵小姐你的钱 钱已经被我们强制执行 已经进国库了 就这样 就口头上这样跟我讲 你们的诉求我都听到了 我们知道 因为法务部负责 拆迁的这个工作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那所以我们这是必须做的 那么刚刚的诉求有谈到 不当得利的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很重视 但是这个部分并不是法务部可以负责的 为什么 所以没关系 我跟你讲 在这个法令不是我们定的 但是呢我们有责任来跟行政员来反应 好不好 因为这个的确是个问题 其实杨处长说他们有在协调不当得利 就是针对弱势 那请问社区非弱势 但是一扣下不当得利之后 接近弱势的这些居民 法务部有没有办法做出什么承诺 这个部分 法务部真的不是主管机关 但是呢 我想有一个方法 就是修相关的规定 这个规定不是我们部里面的主管法规 保育部负责 禁止共业 公主负责 公共负责 这个要不要 禁止共业 给他们照一下 公共负责 禁止共业 公主负责 为了城市开发 土地成为金钱游戏的主角之一 政府以诉讼排除地上居民 此力一开 往后人民可能经常得面临 以开发知名 行破迁之时的处境 华光特区 目前由财政部及行政院规划出炉 占地约10.2公顷 将采整体规划 分成两期开发 行政院长江一化表示 将规划为旅游 商务住宿休息空间 行宿国际城市 第一期 一二区 是原先为战户最多的地方 将在明年六月 以招标设定地上权方式办理开发 引进民间资金参与 开发预估可引进37亿元以上的民间投资 创造332亿元的总收益 345区为历史保存区 789区为金融专区 6区为检察官宿舍 华光特区有了初步规划 四散的华光居民又何去何从呢 经由抗争之后 法务部才协同台北市政府 想出了安置方案 华光社区 共500多户的违建户居民 在政府安排下 最后仅安置了十几户 在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安置了大概二十几户 那么有一些比较弱势的部分 我们也帮他 就是转借到中继住宅 我们帮我们在 跟台北市政府都发局 我们租了六户中继住宅 另外社会局也帮忙 帮忙找到两户的平宅 另外还有其他的帮忙社区的 而且我们也免费的帮他们搬家 所以这样的照顾 我们其实我觉得说 我们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有 台北市政府出面于 法务部协调后的 有限度的安置方案 安置方案有二 中继国宅 限期三年 租金约一万元 另有管理费 平价住宅 住住资格必须是低收入户 其他不服上述资格者 必须得另寻租屋处 或寄居亲友家 可能承受租屋启示 我爸现在住在农民自家 我妈的话现在住在基隆 所以那是等于 因为你们以前是住在一起的 对啊 等于这个官司 这个官司就把我们全家给拆光了 对啊 而且这边不用 还有十楼 好了 请你吃金局 完全无毒的 对啊 就从华关搬过来的 好 不用洗 把它洗一洗好了 好 好 好 法务部声称 安置不是他们的职权 屯空地上物 交还土地给国有财产局 才是他们主要的任务 直接以法律怪手 依法行政 来对付这些不堪一级的旧房社 答应他的安置的时候 就有来这边先来看嘛 看的时候他就什么也没说啊 这件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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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格局什么也都没有跟你们讲过 没有啊 他直接分配说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你的 没有 那如果要交话 就是你们自己去交话 或是 不行 不行 全部都是空的啊 而且你看这哪个安置啊 一年 这边所有的人都可以住三年 就好像前两天遇到十一楼的 就说 欸 你们刚搬了 我说对啊对啊 都说我们快要搬走了哦 我们已经住了三年了 快到三年要搬走了 我们只有一年而已 可是你是第一年不用签 后面两年是 还要重新签约啊 那是就是要脚步金的吗 对啊 问题是我重新签约 还要看督发局的颜色啊 要看条件会不会过啊 对不对 因为中期住宅 他有一定的 就是资格 但是这个资格也在社会局的认定之下哦 我们让他们住进到中期住宅 那么在 我们前一年是免费的 我们负责 租金是由我们来负责的 看条件所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取得强制执行的 这个东西在 那取得强制执行来讲的话呢 他唯一的手段就是经过诉讼 那你诉讼来讲他就两个就三个结果嘛 第一个是他赢嘛 那第二个是我和解了嘛 对那第三个就是 啊 只有两个结果啦 就是他赢或和解 不管是他赢或和解 他都可以拿这个东西去申请强制执行嘛 像我们这个嘛 记住啊 战绩啊 就是不用这个 就是三年 三年不用租金 那三年之后呢 那个需要的话 可以再续 也还是可能是 要钱不要钱就不知道 要租金的话也很低 花光那个地方十二点钟以后啊 就比较车子在那个 进化街道上面 行走的就少了 嗯 就比较 这里啊 包括一道天亮都有 那个车子 呼噜呼噜的 吼 吼 有事儿 你到这里嘛 停嘛 你就停下来就好了 他不信呼 还在这里呼呼呼 一会儿 起走了 一会儿来了 反应你 吵得你不能睡觉 他们叫我检举的 我说我不能检举 他说不能得罪他们 得罪他们 能不能到来看你 不用钱的话 能到来看你就麻烦 说去帮来啊 这关系人不啥嘛 是呀 是呀 我这拜过拜三十十名啊 我帮我了 你 对啊 不错了 有一个七十的 只有大的 所在就对了 对啊 那是不错了 对啊 没人去吗 没 没人去 我好想 我好想 没人去 很热吗 哦 很热 我走不着了 对啊 我以前就是那个 那个帮忙的啊 独自老人的帮忙的啊 十几厘吗 那帮忙也知道 那就是八年了 那独自三而已啊 对啊 我给他们帮忙的 去独自老人给他们服务的啊 哦 你去服务办吗 对啊 十几年 十二十年 那时候 我有时间啊 对啊 以前在那个地方 你马上出来走一走 随便都看到一堆人 喝酒了喝酒 聊天了聊天 你就坐下来就好了 你到这边去 你在这边给他喝酒 很奇怪吧 这是一棵很特别的树 梅花 每年二月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成为整个社区居民 整个成为一个聚集 观赏梅花的地方 那个陈契台北北家在这里 然后陈契飞他是做 很多二手的买卖 然后这棵梅树是他 他以前就是吃梅子 然后其实是往外丢 然后后来就 就长成这棵梅树 然后长成这么大 对啊 那之前 因为这个地方刚好有位出 就是景泰里的中心 所以很多的居民就是会经过 现在我一棵梅都会打招呼 好像很留恋 这样啊 没什么 那佛工都是 那维建的都是 没钱的人在堵 有钱的人 一张百五万 百八万 一张二万 那些都比以前 高到两万 台湾在2009年 完成国际两人 人权公约 国内法化的程序 并启动 两公约施刑法 不过这两公约 对大部分人民来说 跟居住权一样 你我都很陌生 施刑法 对 两公约施刑法 那是二嘛 两公约 对 人权两公约施刑法 对 公民要求基本的居住权 屡次被提出 从士林文林院都更案 今天拆王家 明天拆你家的口号 引发普遍大众 心中对政府 依法行政滥权的担忧 我们现在站出来 是因为王家已经拆了 接下来 我们会以为政府应该会得到教训 没有 还后面还有更多人要被拆 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 今天拆王家 明天拆你家 这句话 真的成真了 行政院长江银化说 维建户没有居住权 近年 政府用各种形式收编土地 纵使是收回国有地 拆民房 驱赶人民 难道是可以被认可的吗 拔撕烂 告诉这个政府说 我们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法律 今天法务部是 法务部是 两公约的主管机关 华光在3月27号 就有低迫栽数 我们在这边严正要求 法务部应该立即停止一切缓拆 国际人权委员 在这边审查了 在台湾进行了3天的审查之后 已经生产出一份结论性意见 在这份结论性意见里面 非常明确的写到了 像是华光 绍兴 都更 征收 等等的居住权问题 在台湾很明显的 专家写的 政府正在违反国际人权的标准 正在侵害人民的居住权 政府没有提出合理的 替代性的住宅方案以前 不应该破欠他的人名 今天这个政府 一方面 韩人权用口号 韩人权 但是一方面 又发强制拆除通知 要拆人民的家 这个政府不是在说谎 你在干嘛 两公约施行法 在台湾明确具有 中华民国宪法以下 国内法律以上之效力 士族的住房权相关内涵 主要建于 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国际公约 第十一条第一款 其中提到 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 为他自己和家庭 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 包括足够的食物 衣着和住房 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 此外 第四号 一般新意见明确指出 士族住房权 纳含对象 适用于每个人 对居住权利的保障 不应狭隘的 把住所视作商品 而是安全 和平 与尊严的居住某地的权利 从这个观点具体延伸 只要有使用权 无论租用 占用 非正规社区等 各种形式 理应受一定程度的保障 在给我建立之下完成 台湾国人权公约 批准书的签署程序 台湾的人权保障 将跟国际接轨 法务部推动两项国际公约 与国际人权标准积极接轨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快乐和谐 人权大步走 生活更快活 保留年迈的华光移民在这里养老 保留低矮雨漏的房舍 只会让华光社区建区暗淡吗 其实也不会 这里有着住户打造的在地饮食文化 日式宿舍 旧行物所御厂 金玉口南围墙 以及烟雾厂遗迹 与老树紧密依存 完整的人文绿带 却被政府便宜行事 消除抹灭殆尽 即使现在华光社区四处都散落堆叠着废铁瓦力 看起来被破坏殆尽 声援学生组成的华光仿吊小组 持续规划了工作坊 号召居民以及所有人 一同来想象自己居住的城市 可以规划什么样的愿景 对啊 我们正如意料理说 正如意料理说 正如意料理 照顾广告之类的 因为大头发现 他成熟一样 我相信对不对 他要领导 那我们也会发现 对不对外景 很幸运的 也就是实在中意料理 对不对 对不对 根本的不要理想 他现在会变成另外一种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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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城市的国家 有这样的 是可能 在台湾的地方 大家可能会变成 对不对 现在这种 与自己的行为 要向前提 在一些 对不对的城市 还会到一个 正常的行为 是需要 整个城市 对不对 在台湾 对 相对 对不对 那会不会是 财产 与自己的行为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也是 有到一个办法去 更多 也会做 更多 更多 都很深 wed потреб 希望 给你带来到 40人 去 是 还蛮有趣的 是 金融界上面 有一个 雅琴州 表演 对 有種類似貫瘋狀的 經濟人的好貫瘋狀要往外出 或是這樣貫瘋狀要往外出 蓋起來要往外出 是有種類似貫瘋狀的 這種類似貫瘋狀的 其實是有種類似貫瘋狀的 是有種類似貫瘋狀的 要往外出 是有種類似貫瘋狀的 是有種類似貫瘋狀的 因為對那一種類似貫瘋狀 其實可以拿來做一個 可以的 因為這個事業中 如果是財源的話 房地產炒作 大樓越蓋越多 房價越來越貴 土地也越來越珍惜搶手 平民百姓住不起 然而只是因為個人不努力嗎 為了保障居住權 政府能夠提供的社會住宅 在目前台灣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如果是有種類似貫瘋狀的 就是想找一個其他 就是有種類似貫瘋狀的 或是整個類似貫瘋狀的 這類似貫瘋狀的 所以這是 有種類似貫瘋狀的 在這類似貫瘋狀的 就是大家想說 誒 你今天有什麼 貫瘋狀的 你今天有其他 貫瘋狀的 但是 因為我 你不是一個 記憶詞 你今天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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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要把他們的細胞 起碼有 起碼的就是 你沒有要重新 然後再 要要重新加 或者什麼 你知道 你沒有什麼 就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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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的 應該要 對 而 所以 應該有 可能 還是 對 對 對 從來 相當地 有很多 有很多 的狀況 就是 他的 收入 的狀況 像 就是 一個 的狀況 就是 社區拆光了 但是 人都還在 華光訪吊小組成員說 他們做了社區報 並會持續追蹤居民的狀況 然後 這個很特別 這個是 我們上次的主題 會的企劃 是 有 然後 你拿 然後 一人是 兩人 一人是 大概是 對 就說 媽媽不來 然後 你說媽媽就是 對 對 對 你 在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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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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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光特区的发展产除了官员眼中的雨漏仿射 凸显都市更新下的城市样貌 有形的建筑物硬体 无形的经济交易 而土地上的人民是否也能有生活更新的能力呢 拥有氏族的住房 基本居住权不该是遥不可及的理念 受迫迁的人们越来越多 势必将集结力量 持续向政府要求落实居住正义 湖南政府 卖地求荣 湖南政府 卖地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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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堂 大地上 卖地求荣 主簣 ranking finish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